女生如果一段时间不趴的话会变紧吗 答案是不会真的变紧 但是你会感觉到她好像变紧了 这个之间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现在说一下你为什么有可能会感觉到变紧 一共是有两点 第一点的话是如果女性长期没有夫妻生活的话 你的阴道口的阴道瓣膜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处女膜 它会稍微的自然的闭合一点点 特别是那些还没有生过宝宝的女孩 那再去同房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种阴道磨被撑开的感觉 容易痛 那第二个就是一段时间不趴的话会有陌生感 所以会比较容易紧张 而当人紧张的时候盆底气会不由自主的去收缩起来 进入的时候就会困难一些 那严重的人可能就直接会引发阴道静磷 甚至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 那为什么说它不是真正的变紧呢 因为真正决定它的松紧的是盆底肌的力量 它不会因为是否平凡而改变 也就是说如果你特别平凡的话 也不会造成你下面变得松弛 只会因为你更放得开 神经不那么紧绷 而更容易进入而已 所以如果你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趴了 那在开始同房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记住多做深呼吸 让自己更加的放松 以及你需要更多的前夕哦 觉得有用的话就关注我吧